如何 OK 有看懂吗我把 I 那什么半径 IE 等于1.9 RM 我把移向一下 IE 除以 RM 等于1.9 这样看懂吗 调习可以吗 呃 可以可以啊我只是把这一个 乘移过去变成除而已 让他移过去变成除之后 M1除以 MM 就等于多少 等于9.3 OK好我们现在开始做所以我这边就等于好我可以把他写成了M1 除以 MM 然后呢这边然后再乘上 乘上什么呢 RM平方 RM然后这也是R E整个挂弧 平方这样可以吗 来 这一个步骤 跳到这个步骤 红色步骤跳到黑色步骤这个部分可以的点点头不行的摇摇头 看得懂的点头 看不懂的摇头 调研不说可以啊好可以的话那我继续写 M1除以 MM就等于多少9.3所以前面这个就直接变成9.3 好 可是你看 R1除以RM 我这可以变1.9吗 1.9的平方请问对吗 对的点点头 有人摇头那好美琳你摇头那我应该怎么写 多少平方 你看 你看哦他这边 R1分之RM 这也是RM分之R1 上下颠倒了 那请问我 我可以写1.9吗 还是我应该写多少 不写1.9 那应该怎么写 应该怎么写 我上下颠倒我的1.9是不是也要跟着上下颠倒 对吧 来1.9 其实就是1分之1.9啊 1分之1.9上下颠倒变成了多少 1.9分之1可以吗 然后挂呼整个平方 OK OK 可以吗可以点点头不行摇摇头 好所以分母这边就是1.9的平方所以1.9乘上1.9等于多少 等于3.61 所以3.619.3除上3.619.3除上3.61 3.61 所以这边等于2.57 你们那边也是2.57吗 是 2.576我算2.58好吧 你们也是2.58 摇摇是你们算出来数字是多少 2.576 2.576 G G M 等于2.576 你们也是算这个出来啊 就是G1比上GM 好 好来你算出来了之后来还没完呢 题目只是给你找到G而已 可是我们最后不是要G啊我们最要是什么时间T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就要想哦 G怎么把它跟T连起来 他怎么connect起来 你要找T 可是你有G的你要怎么connect起来 用你学过的公式 来 姚燕你学过什么公式是跟G有还有有G有T的 我忘了 忘了OK来我们来看 今天这个这个题目它是什么 题目我们我现在用冰光笔把它圈起来蓝色的 题目说 将 同一小球以相同的出速度怎么样 分别在 火星跟地球表面 牵直上跑 牵直上跑是什么意思 牵直上跑就是我这边往上丢 我画在旁边了 牵直上跑就我这边往上丢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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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掉下来 对吧 牵直上跑 那你如果在地 我们都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在地球的重力场比较强 所以他丢的不高 因为地球的重力场G会比较大 OK 再来火星上的重力场比较小所以他可以怎样 同样的速度同样速度往上丢 他可以飞的更高一点 我给他可以飞的更高一点再掉下来 好 来 所以意思是说你要用以前的公式啊 各位同学 那你觉得要用哪一个公式 猜猜看嘛你就只有 哎 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考试哦 你已经写到这里了 其实你已经对一半了 OK 什么叫对一半就是如果你考我的考试你写到这里 10分我会给你5分 至少5分 甚至6分 OK 可是 对李伟雄老师来讲 你会拿到5分 可是你出去外面考试或是你去台湾考试的话 没有对一番这种事情的 OK 你写到这里 写不完 没有写下去 OK 还是零分 OK 你要写到 最后算出来 他 其他学校或其他地方的话 我不知道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待过 不过我觉得在别的地方 你没有写到答案 答案没有出来 还是零分 OK 所以你要尽量写来 你就要猜来 猜硬要猜硬要写 接下来你要怎么写 美玲 找一个公式 找公式拿三 有有 其实就三个公式 硬拆 随便拆一个公式嘛 来 就只有三个公式 把他写出来 然后硬要 用其中一个公式就好了 三个公式告诉我 美玲要拿三个公式 V0 V0 糟糕 没有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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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姚燕有没有备 V0 T加2AT V0T加2AT 然后呢 结束OK 乔西有没有备 乔西有没有备 是不是有一个是 2分之1GT平方 2分之1GT平方 有一个是2分之1GT平方 我们就三个公式 来 各位同学 今天的作业 什么作业 去把这些公式全部抄一套 OK 我认真的 OK我现在是在问 还是不会 那再抄一次 OK OK 来 V等于V0加AT OK V是后来的速度 所以我有时候会这样说 后来的速度 V等于V0 加上速度加上 加速度乘时间 再来 还有什么 S等于V0T加上 1分之1AT平方 等下谢佩寅进来 我就先问他公式 他如果也不会 他也一起去解 V0 V0 加上2AS 你们 先不要跟他说 不要趁他来再回来路上说 谢佩寅赶快备公式 等下老师要考你 OK 你们不用这么好心 不用帮他 你们叫害他 OK害他 来 这三个公式猜猜看嘛 其实也不用猜啦 OK好不好 题目要你找时间 最后底下这一个绝对不可能 好不好 OK如果要你找时间你还 故意用底下那个那 不是 不是我的问题了 就是你脑袋的问题了 OK明明知道这边有 老虎你还走走这一条 路 那那就是对 OK 早有时间的嘛就剩下这两个时间嘛 对不对那你猜猜看 看要用哪个时间呢 高度有没有一样 高度没有一样啊 其实用哪一个我觉得用 讲义上应该有写吧 应该是用第1个吧 对哈 第1个可以吗 第1个好像 对第1个可以为什么可以了 你们自己想自己看 我哪里设开始那里设结束 我其实只要知道他花的时间 是多少倍就好了吗 来我就去看 上去下来 开始结束 我可以这样是 上去 开始 结束 回到这边 上去开始 那你会知道 前置上跑上去的速度是10 回到来的速度也会是10 这样可以吗 所以 我这边就可以写 V我就可以写V后来的速度我就放-V好了 V-V等于V加上AT 那这个A就是GT嘛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如果 如果在地球上 OK左边这个是在地球 右边这个是在火星 右边这个是在火星 如果我丢上去在地球上 他题目已经跟你说了他用相同的速度 他说以相同的速度 表示说我在地球上一开始丢出去 丢出去速度是10 回到地面上的时候速度就 也是10 只不过他是负的 OK 火星也是一样 我一开始丢上去是10 只不过他可以飞得久一点 因为他重力加速度比较小 所以 可是回到来还是-10 这样可以吗 有听懂 OK 所以用第1个公式 第1个公式 所以我就这样 假设你要他是10也可以 你要把他变成V也可以 所以 负 V 会等于V 加上GT 那这个G可以是火星的 重力加速度也可以是地区的重力加速度 然后一向一下 所以 减GT 如果我们要先这个负的GT OK 一向一下 T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2 V 除以G 好 很明显的 剩下就怎样 我没有位置了 我把他 缩小一点点 给缩小放旁边 OK来 所以我们现在 要找T吗 OK 如果看到这里了 应该知道要怎么写了吧 剩下 应该 就是我已经把你送到 门口了 OK应该看得出来吧 T 什么 因为还要找 火星是在地球上的多少倍吗 我就 TM 除以 T 1 那就再写一次吗 2 V 然后怎样 所以 G M火星的重力加速度 然后这边是 2 V 除以什么 G 1 地球的重力加速度 刚刚已经讲了 用同样的速度 在地球丢 也在火星上丢 同样的速度 上面的 分子 直接怎样 消掉消掉 这样可以吗 所以 TM 除以 T1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G1 除以GM G1除以GM 等于多少 2.576 所以 TM 火星的飞行时间会等于2.576 T1 地球的 所以答案是什么 576 所以2.6 这样可以吗 答案是 D 这样有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 讲义是怎么写的 OK 我猜啦 我猜讲义还会这样写 我这样写会太乱吗 还好吧 我自己觉得这边有时候 像写这种的时候有时候蛮乱的 为什么因为我先写到写过去 然后就这样写 就这样写有看得懂我的 写公司的顺序 其实如果严格一点 我这边还要再写一个G1除以GM 我要再写一次因为我来过来有时候 OK吗 或者我其实应该这样写 其实应该这样写 搬过来 但有比较好吗 好像也没有差 是 这样有比较清楚吗 还是没差 老师不管怎么写我都是不会 OK 说话 你能给我一点回应 不然我以为我在跟木头人上课 不顾啊 富吉米亚西米达 男子 然后你们就不能动 奇怪我在 我不是在玩木头人 你要不用 不用 我有看到那个五天权 被抢射到了 你们要一点然后来 奇怪了 上个课 物理课好像要搞笑这样 来我们继续上课可以吗 有没有问题 真的什么回应都没有 老师 OK 干嘛 老师 我那个谢佩宇说他 没办法赶不上 他那边他他回来但他塞车 哦 接口了 你知道 是 哎 你知道四年级的话四年级很夸张 上学期你的弟弟不是有来打针吗 是你 你的弟弟有来打针吗 有啊 我 就是来学校打针吗 哎他们带着他们的iPad 来到学校一边打针一边看 看看 一边在用中上课 对 真的我应该录影一下 我有拍照 我有拍照给你 他说不是已经放假了吗 没有 有两次 一次还没放假 然后第二次就放假了 不是早上停课啊 什么 不是停课啊 没有 我没有他们早上上课啊 然后 四年级的一边拿着Ped 一边打针一边上课 好夸张 好 对如果夏便宜他真的有新上课他他他就拿着他的手机或者拿着他几点 来我们继续 比 练习题 我们看第五页练习题他这边 底下第四第五题是有讲义有有有那个什么 有影片的 我就不讲好不好 我直接讲这两个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好 你 第1题我不讲 为什么第1题有78%的人都答对 答案是C 我猜你们应该是那78%的人 OK 可以的OK 那我相信你们是78%的人 所以第1题 我先不讲 OK 今天的作业 这个写人吗 我先问第1题 这个练习题 写的举手 写好的举手 快快快快没有写的举手 很诚实很好来 今天你们的作业 来测试自己是不是那78%的人 OK 对 给你们在算的时候 这样 OK算的时候 你们哪一个 拿手机 这一题 我认真的 我不是在开玩笑 拿手机 你倒计15分钟 然后开始写这个题目 然后就开始按按了周开始写这个题目 那你写完的时候 你看一下还剩多少分钟 如果还已经想了 你还没写完 那那就算了 OK 你也跟我说一下 我明天会问你们 OK 你们写完多少分钟 我明天会问 这一题 你们自己写 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这样就不准了 等到 开始即使的时候才开始看 为什么要这样做 有意义的 OK 我是要 是 是有 有目的的 OK 不是为了好玩而已 虽然你们应该不会觉得好玩 OK 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个35%的人我们就来测试看一下这35% 看你听不听得懂 来 题目 题目说什么 哇 这个题目要讲到密度 OK 他说有一个星球的密度 是地球的A倍 什么是密度还记得吗 我才大大部分人忘记了 教习什么是密度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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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sity的公式还记得吗 D是Density 对呀 对呀 谣言 Density的公式是什么 你等于 V 分之 M V分之 M OK V分之 M V是什么 速度吗 V是速度吗 质量除以速度是这样的 HELLO 体积吗 体积对哈 它是体积这个底下就是Volume 上面这个是Mass OK Density 等于Volume 分之Mass 好 那 那这个是国中 高中的话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 D会 你会看到有一些 别的国家的课本 还写成这样符号 叫做ROW 这是一个希腊符号 那叫做ROW HOR OK吗 知道就好这个不是很 这个 就是一个符号而已好 我就开始用ROW 他跟你说 地球的密 有一个星球 这个星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星球 OK 就是你就想说它是一个 泰坦星 OK 他说 是地球的A倍 我就写ROW 某个星球等于什么 等于A倍 的地球 ROW E 因为E4 Earth OK 这个星球我就叫做ROW 它的密度就叫ROW 它的半径R是多少倍 半径R是地球的B倍 然后我就写B R 地球 OK下列哪一个叙述是正确的 OK好 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 你会用到Mass 这个是Mass 这个是Mass 再来这个是Volume 好如果你要用到Volume 我们要先想体积 谁的体积 我要问 美玲 谁的体积 地球 地球或者是那一颗行星吗 因为我今天有两颗 行星 一个是地球一个是 某个行星吗 好地球的 体积怎么算 会吗 会吗 球的体积 不会 不会 那你们会什么的体积 我要问 留言 你们会什么东西的体积 这个东西的体积会不会算 这个东西的体积会不会算 如果他这个是A B C 请他体积是什么 就是A积B积C啊 小朋友 糟糕 来我们最常算的就是长方体 正方体还有什么 还有圆 圆的话来 我记得我有写过 OK 我不太 我也不太确定 可是我感觉我有写过 如果是圆周长 圆周长我们通常写在什么 哎呦 哎呦 糟糕头痛 这个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物理课应该教的还是应该数学课教的 还是应该 我也不知道谁该教的OK 这个拿回去 家里自己 写下来我考试我虽然不会考了可是我觉得很重要为什么因为 高中毕业 如果不知道这些体积的话 我觉得 说不过去了OK 我觉得你至少要知道当然不是每一个你都要知道可是我觉得 Square正方行OK吗 长方行没有问题吗圆有没有看到 2PiR是圆周长 PiR平方是圆面积 这样可以吧 我们比较常物理上来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就是 就是比较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就是 面那个圆 圆周长 圆周长 圆周长我们是2PiR OK 那以前小学你会会说 Pi乘上直径对不对 因为直径就是2R OK 可是上我高中没有在用直径的啦我们都用半径的啦为什么因为直径其实很少用到 也不好用我们都是用半径的所以我们直接2PiR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点点头 OK为什么用2PiR因为接下来面积讲到面积的时候我们就是 那什么 PiR平方 那如果你是用小学 我有听过有人就讲说 Pi乘上半径 乘上 2分之1半径平方 这样太 太复杂了 PiR平方就好了 PiR平方就好了 OK吗 好 你一定 这个东西是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要特别花时间教啦可是我觉得竟然我都讲了我还是讲一下 OK我是觉得不应该花特别花时间教来 这个东西 他是正方体 如果他编长都一样 我今天编长都一样 编长都一样 都是A 一样吗周长 他的周长啊如果一个面我们讲周长都长等于多少等于4A OK如果他是面积 面积等于多少A平方 这可以吧 好 接下来就直接到体积了吗没有 接下来我们很喜欢算一个东西叫表面积 Surface area Surface area等于多少 消息 可以 坏坏坏坏 321 Surface area 等于多少 A乘 A乘几 A乘A A乘A 那个是面积 你知道什么是表面积吗 就是物体的那个surface 你在讲废话 物体的surface surface area 你知道什么是表面积吗 物体的surface 你知道什么是谣言吗 你知道什么是 未经验吗 消息滚到晚 你只把英文讲一遍 OK来 你们应该 OK好 OK surface area 这个是面积 对 你就要把六个面全部加起来 最后还是6a平方 这样可以吗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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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体积才是a的三次方 一样圆也一样 圆会有表面积 surface area OK 他也会有体积volume 这两个是你比较少接触到的 OK 请你 我不管你用背的也好 用理解的方式也好 OK Surface area是多少 4πr平方 Volume 3分之4πr三次方 OK 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呢 其实要跟 详细的 然后从微积分开始去 去了解了 OK 好 然后后面这边就讲到 长方体了 还有这个圆柱体了 圆柱体 圆柱体应该可以吧 πr平方h 然后它的表面积 2πr乘上r加h 然后 这个是圆锥体 OK 这个是圆锥体型 OK 好 剩下的 我等下这个图片 我会传给你们 你们自己慢慢去 去研究 OK 我这就不花时间讲了 有没有问题 可以哈 来 那我接着 不用操了 OK 我会传给你们 来 回到这里来 你看花了这么多时间 现在我终于要看这个了 OK 他跟你说 该星球的质量是地球的 A B三次方贝 我们来看哦 我们先要弄清楚一件事情 我现在用红色笔哦 肉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 这样可以吗 体积它是一颗球 因为它是星球 所以体积的话它是三分之四 πr三次方 这样可以吗 帮我写一下 它是三分之四πr三次方分之m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我 ok ok 来 现在 现在 请你一定要专心哦 OK 我接下来写的东西 你刚刚可能 我们剩下 其实剩下不多时间 我们最后 专心一下 OK 摇摇头 喝口水 精神一下 接下来 我讲的每一个东西都很重要 OK 你听懂 就专心把它听懂 来 讲可以吗 好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肉 这颗星球 除上肉 一 一是什么 地球的吧 对吧 ok 等于多少 我要问消息 拍啊 什么东西 先把那个三分之四π 嗯 三分之四π 啊 三次方 然后分支多少 分支M 好 然后呢 底下是什么 三分之四 一样的三分之四拍R1地球的三次方 然后分支M1 那题目要我们找 请问我说 星球跟地球的质量 是星球质量是地球的 A B三次方倍吗 所以意思是说剩下 你要把它开始把这个公式整理整理 整理成什么 M分支 注意M1 你就可以算出来 等于多少 那如果你算出来是刚好是A B三次方倍 对第一个选项对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我们来算算看好不好 OK 来 我们这节课算完我们才下课好不好 好 OK 没有人摇头 那就是好 来算 请你算出来 M除以M1是多少 我已经开头了 OK 开始一个投资 剩下你自己算 怎么算 来 给你提示 左边这两个东西 左边这两个东西 想办法把它带进去公司里面 算式里面 那你会发现有些东西是一样的 可以直接越减 消掉 OK OK吗 来算 拍照给我 谢谢我们提供提供 这个里面提供提供 我们在国内 好 没什么 没什么 打算 没有 我 没什么 那么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拍照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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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给点作业你们才可以算比较快 是不是 我都还没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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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B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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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